你好 江老師 麻煩你介紹一下你的名字和你的職業 大家好 我叫江佩善 我的職業是在一間志願機構裏面 作為一個行政經理 工作了二十幾三十年 這個機構是香港盲人輔導會 我最初在那裏都是由一個行政的助理開始 我想不到原來我做了三幾年就升職 升職了做Officer 又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呢 兩年之後我就升職了做經理 在那裏工作 我很開心 我的職位是CEO的assistant professional assistant 在這裏我做了這個職位15年以上 我得到很多得著 我學到很多東西 我充實了我自己的人生的改變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當初為什麼選擇這個職業 我最先在當年 我的工作只是一個畢業生 做個秘書仔 原來我的上司就說 Suzanna 如果你是做一個秘書 你將來你的仕途 你的職業上就會有一個頂點 但如果你做行政方面 你可以發揮很多 於是可以說這個上司是我的白樂 我遇到第一個白樂 於是在這方面的範疇多了很闊 於是也有機會我可以去增值自己 讀多些書 多方面 由於這樣 我就是職業的career path 我一直升了上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